太阳之下有无数新鲜事 欢迎收听大象工会 一天一个冷知识 太阳之下有无数新鲜事 你好这里是大象工会 我是主播瑞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乾隆的诗为什么烂 本文作者吴鱼 中国历代国家领袖中 最热爱五文弄墨的 莫过于清代的乾隆皇帝 乾隆不仅是小吃提名专业户 还是中国历史上写诗数量最多的人 据统计现存乾隆诗作 共计四万三千五百八十四首 几乎抵得上一部全堂诗 对于这样的成就 乾隆自己颇为得意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 他骄傲地宣称 予以望久之年 所及偏神诗与全堂一代诗人篇 甚相烈 可不为逸林佳话呼 只可惜乾隆的逸林佳话 在当代彻底破产 今天谈起乾隆 无论谈论者是否真的只有文学鉴别能力 其诗作与品味都已沦为笑柄 乾隆的诗到底有多烂 主要问题出在哪 怎样以正确的姿势 把它批判一番 乾隆的诗烂在哪 乾隆的诗多而烂 对于大多数文史爱好者已是常识 只是他的诗到底烂在哪 却长期缺乏正面回答 流行的解释大多难以成立 例如互联网上长期流传着一些所谓乾隆的诗作 被视为其水平低略的证明 一片两片三四片 五片六片七八片 九片十片十一片 落入梅花都不见 远看城墙齿聚聚 近看城墙聚聚齿 若把城墙倒过来 上边不聚下边聚 其实这些诗句并不见于乾隆的乐山堂全集 与玉智诗集 不过是虚构的笑话段子 与乾隆根本没有关系 另一种看法则是从数量下手 直觉认为乾隆作诗既然如此之多 质量自然不堪入目 然而南宋大诗人杨万里 一生作诗两万余首 路由晚年把诗当日记写 传世近万中一半以上是老年高密度创作 甚至留下了洗脚上床真一块的败笔 但他们的地位仍远超那些精雕细作一辈子的小诗人 可见创作数量与其总体水平没有必然联系 那么乾隆的诗究竟烂在哪呢 回答这个问题 需以传统诗学来考察其数量庞大的存世诗作 长期以来只有乾中书的谈一录做过专业的点评 乾中书指出 乾隆诗的技术特征包括好用当具对体 对账纠结堆砌的 他对乾隆最激烈的恶品 则针对滥用虚词的毛病 清高祖一以文为诗 助与拖沓令人作呕 兼酸与辅 即以文为诗之丑态者 为清高祖之六级 乾中书为何对乾隆如此反感 滥用虚字又怎样影响了其诗的艺术性 这得从语著和以文为诗两个概念说起 传统的文学中 助词语著 制止文章中无实际意义 用于强化情感和逻辑关系的字词 如知乎者也 其或所以等等 在古语之前 最常见于史传策论 续拔之类的散文文体 早期唐诗绝少在中间两连运用虚字 中唐之后 以文为诗的理论兴起 提倡用散文句式写诗 运用范围才逐渐扩大 在这类诗里 虚字能起到强化语气 衔接逻辑的作用 使叙事和议论流畅自如 如苏诗 时仓输罪末堂 就是其中上品 人生识字忧患史 姓名粗迹可以修 何用草书夸神速 开卷长谎令人愁 我常好之美字孝 均有此病何年聊 自言其中有志乐 事意无意 逍遥有 然而到了乾隆这里 以文为诗 被彻底念成了歪经 乾隆写诗极爱用散文句法 晚年诗几乎无一不用虚字 但这种技巧 运用于语言美感完全不搭边 如下面这些 寓志诗集里的作品 慎修劝我莫为诗 我义之诗不可为 但是己于清宴记 却将何事赴贤史 以书记起用 古有金则无 有之只义人 约为观成夫 然仅能如此 诚意薅目语 土以临刃酒 稍语姑息聚 未知大郎级 何必吹求舞 成全良以多 巨匪家是乎 本朝善至和 进府其苏乐 兵时可比尽 浮屠宝宫吉 至其与其也 有过无不及 为事必三罢 自信过于力 这些只有格式相诗的东西 要么像村干部讲话一样 脱淡无聊 要么就是 然仅能如此 自信过于力 这样 让人一眼看穿 强行凑句的尴尬 难怪钱中书 称其为 即以文为诗 之丑态 对其深恶痛己 乾隆为什么会把诗 写成这样 事实上 滥用虚字 只是乾隆尸体崩坏的缩影 中国诗的一大特长 是善于描写印象 容情与景 一首诗的诗意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 然而 在乾隆晚期的诗作中 印象描写完全被边缘化 很多作品通篇 没有一个印象 连赏花观池之作 都写成了流水账 发牢骚 和端着架子讲道理 网碎山庄八九月 贵仙局后立官之 秋迟回避 早如昨 惠局却连两夫妻 池上居师不可无 时将岁月已降乎 明来左往 金飞柱 老智壮过又更卒 摄曰先民 惨事彼 唯思欲物 妄未武 对时终有权衡在 肯作银风 永路土 但乾隆偏偏对这种写法 极为自信 甚至公然宣称 蔫吟终日不设景 七字寥当 祝起居 明白这一点 就不难理解 乾隆为何滥用虚字 其作品又为何遭人恶评 因为乾隆完全不在乎 营造意境 只顾把自己的各种想法 写成五言七言的句子 只能用大量虚字 来组织句法 凑字凑运 这样的诗自然无诗意可言 他发来发去的感想 无非是情政爱民 谦虚自省 关心民生等固定套路 内容单调无聊 句法又烂俗拖沓 再加上一天几十手的 批发产量和自我感觉 良好的姿态 实在很难不遭人嫌弃 除了前面的这几种观点 还有人用 词成代笔之说 来攻击乾隆的文学水平 不过既然《御志诗集》里的作品 已如此不堪 《烂法》还高度相似 在追究个别词句 是否由词成润色或代笔 实际上毫无意义 而且被金人视为烂诗的上述特征 其实是乾隆有意追求的结果 乾隆烂诗进化史 与多人的偏见不同 乾隆自幼 便接受了顶级的汉学教育 年轻时反而不乏水准之作 如下面这首古体诗 便是他当皇子时的作品 秋阳脚脚秋风起 千山万山收红子 南院平无小色寒 游思白日长空里 我从前岁霸秋尾 经年未到男孩子 重来历历一游心 真教见烈心游喜 事实上乾隆的诗 完全遵循着越写越烂的退化规律 有研究者按照时间顺序阅读乾隆 每年元旦时的诗作 结果发现乾隆早年对诗的态度 与晚年大为不同 在登记后的前几年 他创作的诗歌数量极少 到乾隆十年之后 每年数量才逐渐提高 乾隆早期风格 更类似于传统的唐代宫廷尸体 而乾粟的烂诗特征 到晚年作品中 才比较明显 其滥用虚字的习惯 是自乾隆二十年 才越发严重起来 乾隆最烂的诗 几乎全是晚年的作品 乾隆的诗 为何越写越烂 与寻常印象不同 乾隆并未在 当上皇帝后自我膨胀 荒废诗意 恰恰相反 他常在诗文里写到 简式旧告时的反思心得 其诗歌风格的变化 正来自长期的学习和思考 而他学习的对象 就是文坛史上 鼎鼎有名的大家 杜甫 元枕 白居易 乾隆最景仰的诗人是杜甫 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其敬意 不过乾隆对 杜甫优点的认识 并非句法格律的功巧 而是其美句诗 都能体现 忠君爱国的政治立场 与这相比 李白则因为自由散漫 遭到恶批 李渡略忧何以见 亦怀是己亦怀君 杜甫有一类作品 因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件 而被称为诗史 尤其得到乾隆推崇 乾隆晚年自到其作诗宗旨 欲向来引勇 不为风云月露之词 没有观正点之大者 必有诗济史 方之设计诗史 亦有取焉 也就是说乾隆的诗 之所以只顾叙事说理 而不描述印尽 甚至把每天的批揍者的感想 写成流水账 正是学习杜甫诗史的成果 在创作实践中 乾隆最喜欢的诗人是 原诊和白居易 集中体现为 诗集中数量庞大的 追合与模仿作品 在《月善堂拳集》 与《玉智诗集》中 乾隆追合白居易诗 共20题 追合原诊9题 共111首 标题写明 模仿原诊者6题 86首 模仿白居易者10题 59首 需要说明的是 原诊和白居易的诗歌 都是与句式通俗浅白 内容强调政治教化而文明 素有原清白俗之说 乾隆将这种理念更进一步 便造就了 提运随首年 易如翻首成的 批发式作诗法 和复述文件式的诗句 不难发现 乾隆学习杜甫与原白的动机 具有高度的政治性 乾隆写下这些烂诗 既是要用诗的形式 向大清臣民讲政治 也是要让后人看到 他一生的功劳和德行 千万不能像 李玉那样的亡国之君 乾隆对文学政治性的敏感 集中体现于 他在为史多达 135起的文字语理 内阁学士胡中早的诗里有一句 一把心肠论竹青 乾隆怒斥起 加卓字于国号青之上 诗和肺腑 终将他满门抄斩 因此 面对这位学师学到走火入魔 又掌握着大义名分 颇有理论自信的皇帝 慈臣们能做出唯一合理的反应 就是拼命的赞美皇帝的诗作水平 乾仔 方文刚和刘勇等人 还大量创作模仿 预制体的诗 与乾隆唱和 皇帝看到慈臣们 争相采用自己的写作技巧 会认为他们的赞赏 并非客套奉承 写起滥事来更加坚定 不过乾隆绝不是以文为师 语助托他 令人作呕的最后一人 1958年 郭梦若在视察河北张家口时 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口磨之名满天下 不知缘何叫口磨 原来产在张家口 口上蘑菇好且多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瑞 我们下期见拜拜